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 和自己最愛的空間 其實很多人都不曾發現 我們的家都住著一個小精靈 每當家裡的大人們和小人們不在的時候 表面上看似安靜無人的空間 小精靈就會在這個時候現身 調皮愛玩的他們會玩起自己的遊戲 黑夜突然來臨 一個人走進森林大大的黑烏鴉來襲 精靈試了魔法讓烏鴉回到相框裡 陽光重回了屋裡 好像突然安靜了 小精靈躲到哪裡去了 熱氣球升空 從這裡飛到那裡 這是小精靈很喜歡的空間 因為有藍天白雲和綠翼 那隻發呆的青蛙如果可以動起來 小精靈就有個伴了 瞧 他撒下美麗的花朵 住在這個房間的大人們 有了幸福的魔法 會愛著彼此 愛著這個家 小精靈一直都知道 爸爸最愛開著飛機 帶著全家去旅行 飛過了海洋 飛到風景很美的小島 被藍藍的海洋 美好的陽光包圍著 大人們和小人們在這裡 放鬆 發呆 彼此相伴 享受著幸福美好的時光 夜晚來臨 大大的月亮和星空高掛著 黑夜裡 溫暖的星光和月光 輕輕的守護這個家 這是小精靈師的魔法 這是我們說好的秘密 當我們低落悲傷的時候 不要害怕 小精靈如果住在這個房子裡 我們將獲得勇氣 並有力氣守護自己的家人